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红后的许不良却遭到黑道的操控 不仅注射伪金药品 还逼迫他四处拍戏 导致病痛缠身 最后心脏衰竭病逝 得年34岁 结束他传奇又短暂的演艺人生 其实许不良从出生到离世 都在饱受各种各样的折磨 在他身上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一人许不良的故事 许不良的离世是整个台湾演艺界的一场悲剧 1985年7月2日 许不良因吐血布止被送到医院 7月3日因酒精肝炎 引起的心脏衰竭过世 年仅34岁 令人感慨的是 他过去当天新片《小丑与天鹅》 在台湾上映 挚友朱颜平说 他冥冥中将片头的部分拍成了黑白 于是台下所作无不痛哭 多年后 台湾有一位小许不了三岁的歌者罗大佑 为他写了一句感伤的歌词 谁能忍心看到最后的小丑 带走我们的笑容 却因为太过感伤被禁用 陆大佑在文章里感伤地写道 许不良是我心目中 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喜剧演员 怀念之情不言而喻 许不良 本名叶铁熊 1951年2月20日 许不良出生于基隆市 暖暖区的一个贫穷家庭 这个家庭贫穷到 经常只能以开水代替牛奶 来喂养婴儿时期的许不良 由于无力抚养许不良 许不良的亲生父母 把许不良送给了新竹 爱月梦九家的领班兼魔术师叶青江 许不良的养母名叫许明珠 本为爱月梦九家的歌女 婚后成为叶青江的魔术助理 许不良的本名叶铁熊 就是叶青江去的 许不良的养父母脾气极为不好 对待年幼的许不良十分严格残酷 甚至经常对其拳脚相加 恶言相向 不过 这也帮助许不良学会吞火 杂耍 口技 魔术 吹奏乐器 打爵士古灯本事 为他后来的演艺事业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由于从小艰苦训练 许不良甚至因被长时间 至于小小的铁笼里 幼小的身体经不起摧残 而导致后来的许不良 总是被捕危卷 叶青江创办了 华侨歌舞魔术特技团 团员一共30人 主要是以滑稽魔术 绝活卖艺 许不良6岁时 已经是叶青江的助手 颇受叶青江表演风格的影响 许不良没有什么童年时光 只在新竹市东区东门国民小学 念了一个学期 后来在网中强特技团 学习魔术 杂耍 口技等各项学货 许不良12岁时 开始学习舞台上的表演功夫 起初是练习普克牌魔术 后来是练习吞乒乓球 就是把乒乓球塞到喉咙里 再把乒乓球吐出来 记忆功力之高 即使他喉咙里塞着乒乓球时 仍然可以喝水 起后 许不良与父亲搭档 寻回台湾各地表演 由于许不良师父的一名为大伯乐 所以当时许不良的一名 也顺理成章地叫做小伯乐 许不良20岁时 在桃园县一家歌厅表演 遇到他的滑稽魔术的爱好者苏美燕 两人交往没多久后就结婚了 这也是许不良的第一段婚姻 婚后 苏美燕成为了许不良的魔术助手 夫妻两人随着叶青江的特技团 远赴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表演 1973年 许不良服兵役 被分配到魏武营的陆军八军团干成义工队 苏美燕也被聘为干成义工队的雇员 1975年 许不良退伍 夫妻两人继续到处卖艺 1977年 从日本表演回来的许不良到南沙群岛劳军 途中 他在所搭乘的海军军舰上展现逗人发酵的才艺 受到同舰的中国电视公司新闻部经理王小祥的上市 王小祥写了一封推荐信告诉许不良 可以拿着这封信去找中视节目部副理王世刚安排演出机会 但许不良没有主动去找王世刚 同年 台湾知名歌星凤飞飞在蓝宝石大歌厅作秀 当时 凤飞飞的专属舞群四起事中的一位成员因故不能上场 于是改由许不良上场 前去蓝宝石大歌厅给凤飞飞探班的王世刚 在观众席上看到了许不良 方正与凤飞飞的表演 再加上之前许不良在各界金门前线劳军团 劳军表演时表现突出 于是王世刚主动邀请许不良与方正进入央视 许不良与方氏相继 与中士签订基本演艺人员合约 正式成为了中士的基本演艺人员 与中士签约后的许不良最初接连在中士几部电视剧中跑龙套 之后 许不良 方正 徐峰 倪敏然 与凌峰 并为凤飞飞主持的中士综艺节目 你爱周末的固定班底 许不良与凤飞飞对演的魔术单元 笑说魔术是该节目的一大特色 在1977年中士的五间闽南语连续剧《雷锋塔》中 许不良扮演许宪的书童许不良 该剧已经播出 其精湛的表现备受好评 他也有了一点小名气 1979年 许不良因参演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军教片成功领上 而无法参加一道彩虹的通告 此事也被中士认定违约而遭罚停演电视一年 许不良在成功领上中的优异表现 让他一抛而红 许不良这个名字 在当时的台湾基本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 自那之后 许不良便以主角身份参演电影 电影邀约总是接连不断 1980年 许不良参演朱颜平首次执导的电影《小丑》 又一次轰动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甚至还造成一股许不良旋风 而他的片酬也飙涨至新台币260万元 同年 许不良与方正合演电影《小鱼吃大鱼》 旧相识的二人一见如故 发展成了好朋友 在许不良旋风成型后 作秀时的许不良 只要单独表演杂耍与口技 就可以支撑票房 不像凤飞飞 还有搭配舞群与乐队 不过 这也使许不良成为了黑道眼中的摇钱树 成了他后期悲惨生活的根源 在早期台湾演艺圈 与黑道的纠缠不清之下 再加上许不良成名后累积的人情压力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折磨 不断四处奔波 拍戏表演 日夜颠倒 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 许多病痛也随之而来 为了不断感通告 许不良通过酒精麻痹 以及注射违京药品 来迅速体振精神 与缓解病痛 他也因为长期饮酒而罹患酒精型肝炎 另外 许不良还欠下了大额的赌债 妻子苏美燕不堪这种生活 选择与许不良离婚 1984年1月 许不良参演中式连续剧《降龙罗汉》时 王世刚带许不良去医院做健康检查 医生证实 许不良已经一饮酒过量而罹患肝硬化 之后 许不良陆续病发十二指肠溃疡 胰脏炎 黄胆 红血球过多等疾病 根据朱延平的描述 许不良的人生后期是这样的 许不良在电影制片尝试 经常会得大家开心 是一个很快乐的工作伙伴 但是他返家以后 经常独自喝酒解闷直到天亮 喝醉了就放声大哭 许不良的朋友们 都曾劝他住院接受完整治疗 但是他却经常在住院期间 趁机逃出医院 因为许不良不喜欢住院 他认为住院的生活就像坐牢 许不良也不信任西医 只相信他成名前结交的朋友们 给他服用的中医药方 虽然他在服用那些药方之后 健康状况有些好转 但是他又开始营救 这些情况反复下来 导致他的病情恶化 许不良参演他与朱延平合作的 最后一部电影《小丑与天鹅》时 在正式开拍一场 在路边摊喝酒的戏之前 许不良喝醉了 抱着朱延平大哭 说自己活不久了 恳求朱延平带为照顾 他两岁大的女儿 1985年7月2日深夜 许不良呕吐不已 被送进马鞋纪念医院台北院区 最后 1985年7月3日 在《小丑与天鹅》上映的前三天 许不良不幸病逝 得年34岁 许不良的命运 正如台语谐音苦不完一样 朱延平形容 许不良的一生是一场喜剧 也是一场悲剧 更是一场闹剧 他就是现实生活中天生的小丑 把欢乐带给别人 把眼泪流给自己 1979年至1985年间 许不良公参演了64部电影 部分台湾电影史学者 称此六年为许不良时代 许不良病逝之后 导演吴念珍 曾为了他的不幸遭遇 沉痛地公开出面 呼吁台湾演艺圈 不要再剥削艺人了 而导演吴宇森 也曾在受访时赞扬 许不良是台湾的着别林 其实许不良的感情世界相当丰富 他有过三段婚姻 四个孩子 2015年 许不良的三老婆陈美霞 欠下了上千万的赌债 但是陈美霞为何欠债这么多 就连亲戚朋友都不清楚 陈美霞因无力偿还债务 选择失联 使得全部债务都落到女儿叶蓉挺身上 这让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很担心 叶蓉挺的二哥叶明乐说 与他一个小女生 二十岁出头 他怎么可能去独自面对这些 追债的不见得是黑道 但是他一定没有能力独自去面对 我们也不希望他去面对那些人 而大哥周明增更表示 希望对方直接找他们 一起解决债务 据了解 周明增是许不良的长子 因为外形酷似爸爸许不了 加上遗传了爸爸的喜剧天分 更是在1995年演出寄功而走轰 不过 周明增的命运却并不顺遂 因为女儿一出生就患有多重障碍 必须扛下庞大的医疗费用 这也使得周明增在2004年爆出 因压力过大而染上不良嗜好 不过现在周明增已经成功戒掉了 他也重新回到了演艺圈 还陆续出演了《甘为人生》等乡图剧 而许不良去世时 当年才两岁的叶金庭 一样遗传了爸爸的表演戏胞 还被朱延平认为甘女儿 多年前 在朱延平的帮助下 叶金庭以一名叶蓉婷正式出道 出演了《八点当》《靓女郎》 不过 叶蓉婷后来却因陷入合约问题 而退出演艺圈 另外 还因投资失利欠下一屁股债 2010年 叶蓉婷更被传出罹患淋巴流 治疗期间 朱延平更是大方借他30万治疗疾病 最后历经半年时间 叶蓉婷才渐渐康复 许不了一家的经历 真令人痛心啊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